本视频由吴谢原创制作 在最近火热的一部清宫戏 沿袭攻略里出现了和清理唯美画风略违和的一样事物 精知 精知为人的粪便所致含有大量的细菌 可以说是人类战争中最为原始的生化武器了 古代交战都为城池之战 精知通常为守城坊使用 守城坊收集粪便加以处理制成精知 将之涂抹在武器上 倾倒在城墙上给敌方造成重大打击 攻城坊和野外双方作战时的粪便处理 古人总结了一套科学的办法 那就是搭建简易的公共茅房 茅房选在营地下风口 离营地水源和火房都要有足够的距离 很好地保障了士兵的卫生健康 现代战争中不再使用精知 粪便都得做处理 不然不仅会有感染的风险 有时还会泄露军情 比如说泄露军队人数和离开时间等 所以军队中会使用高热量 杂质较少的食物 以减少体内粪便的生成 其次在交战时 人会达到高度紧张状态 就不怎么能感受到便衣了 可是行军和驻扎的粪便处理 也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海军陆战队出了一本专业MCT教材 里面就专门提到了在不同情况下 所挖粪坑的不同规格 行军时为了不让士兵边走边拉 会挖一个大约一英尺宽 一英尺深的粪坑 驻扎时会挖出一个大约四英尺长 二有二分之一英尺深 以及一英尺宽的粪坑 为了不泄露军情 都会在离开时对粪坑进行掩埋 并撒上浮屠 使其与周边土地保持一致 当然拉在裤子里这种事情 在战场上肯定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毕竟俗话说人有三级嘛 可见战争不仅会夺走人类宝贵的生命 对人类生理方面来说 也是急剧折磨的 现而当今的时代主题是 和平与发展 愿和平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又是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